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内容 香港单车节清晨起举行 吸引大约5000人参加 其中一项赛事发生意外 最少13伤 全部人情况稳定 而整项活动一共有27人受伤 单车总会说意外属于偶发事件 认为赛道设计和安排无问题 先看看意外的情况 认为之后有参加者一度疑似休克 没有反应 多个救护员想救 有人血流披面 不少的单车手坐在路博等候救护 多数都是手脚拆伤 以外早上大约11点发生 当时正在进行幻越港澳大湾区城市单车挑战赛 男子公路组的共斗八个圈 来回梭氏巴厘道和红磡妖道 去到第二个圈的时候 在帝国中心对出双撞 有单车撞到车轮飞了出来 这个时候比赛仍然在进行 有伤者益术当时正在下车 不少车手没有收益车速 几个人卡在一起就摔了 一摔后把后面的人全部带倒了 一带倒后后面都杀不住 就撞到他们一起来 然后就飞出去了 把车车转到平衡的时候 在旁边的最右手边有人 抬起了船路 然后就大色地缩下来 差不多同一个位置 大概20分钟之后再出事 有人受伤要上担架 大会这个时候才举皇旗 试意车手即时减慢车速 等伤者上救护车 赛时才继续 大会说是由资深裁判作判断 当时运动员是在资深裁判里面 他们经过的时间都减慢车出 因为本身在发生了意外之后 我们都有一些工作人员和裁判在现场发生意外的现场指挥 但是在后来的状况觉得有需要加强管理的时间 我们都停止了运动员的比赛 就会说整体赛道设计和安排和以往差不多 符合安全要求 出事的地点也是平路 有时在比赛途中 在一些运动员有少少的失误 其实都会引致意外发生的 而后来我们再了解过再重复去看过的地方 其实是足以令到一帮运动员的经过的时间都是安全 在环以环法很多时候的情况也会有这样的出现 就不是单单在香港 有20年单车比赛经验的洪虫任职认同 赛道问题不大 说裁判长若果即时叫停赛事反而更加危险 估计意外和有业余车手参赛有关 业余车手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月才是参加 两三场比赛经验 其实都跟职业的单车手是会有一段多大的距离 一些运动员是会有一些参差的 也都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了一些意外 受到意外影响 赛事一度要暂停 中午之后再比赛 无线电视机就在钟卓希报导 自居单车设其他赛事大致顺利完成 有参加者说天气比去年好 主办单位就相信活动有助巩固香港 成为大湾区内旅游城市中心 单车节五十公里项目 清晨五点多率先起步 天宫做尾 朝早气温大概二十一度 最大湾区没那么冷 上年是八度 今年是舒服的温度 都很舒服 其实是很干爽 又不会太热又不会太冷 尤其是上年没有踩丁九和青马 今年也会期待踩这两条桥 五十公里项目的单车手 途经青马大桥等三岁三桥 参加者包括牛限女车臣 早前宣布退役的李慧希 挺开心的 没什么困难 因为我们的任务都是完成为主 以前一直都是在很高的位置 我又觉得现在是享受在一个中等的位置 大家一起开心 活动亦都吸引不少国际选手参加 The Wheel from the Blitz It's very awesome It's very nice Hong Kong has the best nature and cityscape combination in the whole world 疫情之后第一个单车节 一共有七项赛事和体验活动 包括相隔五年复办的国际单车联盟 1.1级公路赛 吸引十二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环法和环意大利单车赛冠军队参赛 但是有市民认为不多雷俠捧场 你觉得气氛是怎样的? 一般的 好像不是那么多人 你看到的不是那么多人 现在你看到也很静 我觉得这次的意义是全香港的市民 无论什么水平 只要爱好运动、爱好单车的 一起去参与 亦都可以显示到香港 是很好,有国际城市之都的美语 选手比赛完之后都获发奖牌作鼓励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期报道 新冠个案开始增加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星估计 今个冬季连同流感的感染数字较高 提醒各界要小心 必要时 最后或者会动用 洛马州河套应急医院 应付病床需求 流感个案近日稍微回落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星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内科病房整体的使用率 也稍微回落到90%以上 不过要小心冬季的情况 这个冬季就是我们过去几年第一次 没有口罩领 过去几个月就全面伏常了 大家的活动、社交各方面多了 明白常呼吸度感染 人与人接触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估计的情况可能 都会有个比较高的数字 他说流感和新冠个案 整体的病情没有大变化 对于内地正流行的 肺炎肢源体感染 本港近期都有 而入院的个案增加 郭博星说 仍然是少于5% 未造成大影响 他强调要应对冬季高峰 要先做好预防 说今次医护流感疫苗的 接种率又改善 以往其实到最后 整个打了都只有四成多 但我们现在只不过 开了四个星期 已经有差不多四成的同事打针 疫苗接种 其实现在真是一个黄金的时机 现在开始天气凉了 接种了疫苗之后 其实也要几个星期 才有个有效的保护 有专家估计 新冠高峰期最快下个月展开 因为流感高峰 已经取消的普通科门诊 新冠关外余药名额 会否恢复 郭博星说不会 我们现在每天开的抗抗病毒药物 整个香港来说 有四成多是私家医生开的 即是说很多市民 其实他去私家医生 都已经接受到这个治疗 他说会加强监察 用好病床 必要的时候 最后才会动用北大鱼山感染控制中心 甚至是洛马州河套应急医院的病床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导 中国与菲律宾在据主权争议的南海人外焦 在气冲突 飞方说有保级船遭到中国海警船拦截 并且发生碰撞 众方批评 飞方船只恶意碰瓷 制造事端 责任完全在飞方 菲律宾军方说一艘中国海警船 朝早6点多 在南沙群岛仁爱昭附近海域 危险拦截飞方一艘保级船 并且发生碰撞 大约两个小时后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执行同一任务的船 亦遭到中国民兵船撞击 谴责中方行动危险 不负责任和违法 侵犯菲律宾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核权 中国海警亦发放片段 说在菲律宾船只擅长中国海域 海警船多次警告无效 依法进行难阻 操作专业规范 正当合法 又说飞方补给船 以不专业危险方式 故意在海警船的船头越过 导致擦撞 至于第二次碰撞 亦是飞方船只挑衅 蓄意驾驶船只到后导致 批评飞方恶意碰瓷 制造事端 令到现场局势升温 形容是严重违反国际海上被碰规则 威胁中方船船航行安全 菲律宾说一手登陆船 1999年在仁爱招葛潜 之后派海军驻守 并且定期运送补给 借此宣示对南海堵招的控制权 中国海警说 今次是依法拦阻菲律宾船 是非法坐摊军船运送违规建筑物资 中非近月已经在南海发生多次冲突 中方多次重申 中国对包括仁爱招在内的南沙群岛和它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会继续依法在中国管核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 景洁仪报道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放片段说 中国战机危险拦截 中方批评在抹黑 内地官媒就发放片段反击 说美军驱逐舰早前危险穿插在南海的中方舰艇 说美方才是真正的挑衅者 内地官媒公开片段 说美军约翰信号驱逐舰8月19日危险穿插在南海正常训练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中方作出严厉警告 阻止美军船只靠近滋扰 片段又显示 美军米尼厄斯号驱逐舰3月曾经连续两日侵厂中国西沙令海 解放军队有关船只依法跟监 并予以警告拘离 内地传媒同时也公开解放军向美军发出警告的录音 又说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长时间大范围高频道侦察滋扰 直指美方才是真正的挑衅者和搅局者 外交部副部长马焦旭日前应邀出席 美国驻华使馆纪念活动致辞的时候 说中美军处于关键时期 双方要妥善管控分歧 扩大互利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 中方将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商户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为根本遵循 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 无线列子记者沉慧三报道 又四一会儿回来报道 这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李家超星期三发表施政报告 聚焦发展经济兼顾民生 有机构和餐厅合作提供长者赞托服务 回来讲下 回来新闻时间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 会以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为主题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 说过去大约三个月举办多场咨询会和走访各区 感谢社会各界的建议帮助他制定具体措施 片段看到新一份施政报告封链原用绿色 也透露了今年的主题 我们继续聘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 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去年的主题是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今年差不多但是改以经济行先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 同意施政重点要发展经济并且兼顾民生 现在说这个正经就是政府面对经济困难的一个市值 这个困难的市值要迟多久 大家都心中没有准 始终研究多个戒口中期 令到全球经济都会面对很大的一个冲击 加上内地目前的经济状况虽然近期有所改善 但是现在都属于困难的市值 很难再借助内地提供任何的政策 但是因为经济出现问题 尼加超曾经预告今年或者最迟明年一定会就23条立法 暂时未知新一份施政报告会不会涵盖 那应不应该如期处理呢 外界就关注会不会有楼市减纳措施 综合近期消息和相关报道预料新一份施政报告 也会鼓励生育措施 研究方向之一是向每个初生婴儿派发2万元 以及比较需要的婴幼儿家庭优先偏配公营房屋等等 暴先市记者 浙卷默道 乱抛垃圾和店铺阻街定额罚款 即日起大幅调升 有市民认为有即时效果 食环署工会就担心前线更易遇到冲突 深水埗北河街路边下周仍然有垃圾堆积如山 亦都有人随地吐痰 有菜单将多个发布交商堆放在马路边 之后才搬回到店铺里面 即日开始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吐痰 未经准许而展示、招贴或者海报等等 定额罚款金额倍增至3000元 而针对店铺阻街和非法棄置建策 或者大量其他费物 罚款就大幅提高至6000元 有个区的立法会议员担心 一段时间过后阻压力会减少 过去由600元增加到1500元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很明显的改善 但到大家都习惯了相关的罚款之后 慢慢慢慢又会似乎有些不好的习惯 又会再重新出来 那会否在将来一些科技成熟之后 或系统成熟之后 是否要引入一些类浸式的罚款 即是说如果你罚得越多 捉得你越多 你所承受的罚款或罚则就越重 梁文国又说不排除有市民或者商户 会将一些大型垃圾 被置在后行里面 建议当局善用闭路电视系统 配合人手巡查 食文处说会不时更新和优化执法指引 亦都已经加强前线培训和装备 不过有工会就担心 前线更加容易和市民起冲突 他又说前线人手大量流沙 难以应付庞大的工作量 无线电视记者 吴亚宣布道 有机构在深水埗和餐厅合作 提供长者暂托服务 希望当局大头推动正商社合作多元模式 提供弹性服务 这家文清咖啡店和一般的打卡店不同 除了吸引年轻人 亦都欢迎老友记 因为他是基督教服务处 和食肆合作家长者暂托餐厅 每个星期有三天 下午会开放部分的位置 欢迎照顾者带长者来这里 由义纲陪伴最多两个小时 事行期间可以免费喝饭吃饭 58岁的关女士 早前就带86岁 患有认知障碍的妈妈来体验 自己都可以松一松 好像带她去玩 就不是好像回中心 好像上学 我会做一下自己的事 或者休息一下 或者会和朋友 约出来吃饭 聊聊天 基督教服务处8月移民卷 访问大约500名招呼者 超过3成3人说 压力指数非常高 大近9成没有用到暂托服务 最多人反映不认识相关的服务 或者是担心未能够回应需求 长者去到的时候 觉得环境很陌生 很抗拒 觉得你留我在这麽长时间 做什麽 我要走 那些食肆 其实都是围住在 护老仔和长者日常生活的地方附近 其实他们是走过 平日都会见过这间餐厅 他不觉得那地方是不熟悉的 每间参与计划的餐厅 都有一套小工具 让义工和长者在这里 可以做一些小游戏和小手工 令到长者在这里暂托期间 都可以自在一些 和不会令到他们觉得 好像疏惹了其他顾客 当局在评估后 原本超过10间参加的公立大学 全部决定不会去到香港 剩下39间私立大学参加教育展 报道引述台湾的教育部说 考量到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为保障参展的人安全 建议公立大学不适宜参展 陆委会回应本台查询时 作为教育展的协助机关 对于教育部的决定表示尊重 会尽力提供行政协助 转看下 而巴冲突踏入第三个礼拜 乙军为地面战做准备 并且再次警告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离开 否则会是他们等同支持恐怖组织 而乙军凶杂若旦河西岸一座清真寺 说是恐怖分子策划集击的基地 乙军发放片段 凶杂若旦河西岸北部建宁市一座清真寺 说接获情报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 将清真寺用作基地策划集击 包括近期在乙军位于若旦河西岸的安全屏障 人爆炸弹 清真寺位于杰宁难民营里面 有居民说事前收到乙军警告 即将进入难民营 要求他们远离武装分子 巴勒斯坦洪申月会说 集击造成多人死伤 联合国就说 约旦河西岸另外一串难民营 亦都被乙军突袭 乙军对加沙地大的空袭也都未停 中部城市代以拜来克有难民营遇襲 目前乙军正为对加沙展开地面攻势做准备 军方发言人再次敦促民 还出于安全考虑 向加沙南部迁移 美国总统拜登 星期六在家乡特拉华州 再被记者问到 是否鼓励以色列亚后入侵加沙 美国国防部宣布 继向中东地区派出两艘航母战斗群之后 将会再向当地运送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以及更多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据报国防部已经要求大约2,000个士兵代名 为部署到中东地区做准备 哈马斯说继释放一对美国母女之后 有意基于人道理由 再释放多两个人质 但是被以色列拒绝接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只是哈马斯的虚假宣传 强调会继续尽一切可能 带人质回家 无线日子记者 何英桥报导 博泰航空即日开车 取消香港往返特拉维夫的所有航班 直到今年的年底 国泰说是因应以色列局势的持续发展 作出今次决定 若乘客已启程 但未收到国泰通知 可以透过国泰网页的自助订委管理服务 查阅航班最新状况 又说现在可以为受影响乘客 重新预定其他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非常有限 强烈建议未启程的乘客接受存额退款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港珠澳大桥通车就离够五年 不但大幅缩短来往三地的时间 亦令不少港澳居民愿意到内地生活和消费 自年初复场后 港珠澳大桥的客流量和车流量 自2月开始不断创新高 今年以来 经大桥进春内地的港澳居民 有超过702万人次 是2019年同期的1.67倍 同时有235万架次的车通行 是2019年同期的3.6倍 大桥形成的港珠澳一小时生活圈 令港澳居民更加乐意开车北上消费 除了旅游消费 受惠大桥的便利 多了港澳长者选择到生活成本 比较低的广州、珠海等地养老 珠海兼今年才开幕的养老院 港澳大桥也占了三分一 珠海这间水产公司 在港珠澳大桥未开通之前 将水产由府门大桥运往深圳通关 全程要6小时 现在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 时间大为缩短 央视报道 大桥通车5年以来 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已经全面打通 今年截至10月 经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 总值已突破7000亿元人民币 台资富士康在大陆多地的企业 据报证接受大陆税务部门 和自然资源部门调查 大陆有学者认为属于是正常程序 但是指出台资企业应该为推动 两岸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环球时报》引述消息说 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 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 进行税务契查 同时自然资源部门 也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 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 富士康集团由台湾商人郭台铭创立 郭台铭早前宣布 将会参加明年初的台湾大选 他在2019年已经交出富士康经营权 并在上个月初辞任董事 幻事引述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说 政府对任何涉嫌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进行调查 属于正常的依法行政 合情合理合法 又说富士康旗下企业 有义务积极配合调查 若果确实有违法违规行为 应该加紧整改 张文生又说 大陆历来欢迎台商到大陆投资 依法保护台商台企的合法正当权益 再者近年已经推出 给予台企同等待遇的政策 而富士康作为指标性台资企业 更获利良多 在大陆做大做强 又认为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台资企业 在大陆分享发展红利的时候 亦都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为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澳洲总理亚尔班来塞宣布下个月访华 移商务部说 已经和澳洲就葡萄酒等的世贸增端 达成妥善解决共识 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两国关系近年陷入低谷 中方对澳洲多项商品征收巨额关税 或者限制入口 包括在2021年对澳洲葡萄酒开征 并返轻消税 税率最高达218.4% 为期五年 但措施有望提早结束 中国商务部星期日说 近期中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 就葡萄酒、风力发电塔等世贸增端 进行了友好协商 并达成妥善解决的共识 说中澳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中方愿与澳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协商 相向而行 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澳洲同日宣布两国达成协议 中方将快速检讨澳洲葡萄酒关税 预计需时五个月 期间澳洲暂停在世贸组织提出的申诉 澳洲总理亚尔巴内塞又宣布 将会在下个月4日至7日访问北京和上海 是澳洲自2016年以来再有总理访华 期间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总理李强会面 中澳关系近期有回暖迹象 中方今年8月取消对澳洲大默征收反傾销税 和反保贴税之后 因为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在中国扣留三年的澳洲籍华裔记者乘雷 日前仍满被驱逐出境 回回澳洲 而引起澳洲政府国安忧虑的 中国蓝桥集团租用达尔文港1999年的租药 在审查多时之后日前也终于过关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山报道 国家安全部说 美国的间谍情报组织 在中国重点国防军工单位安插战眼 目前已经拉了一个男人 央视报道 涉案的是中国国防军工单位 一个涉及重要机密的科研人员 他在2013年年初 曾被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 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在前年破案 说美方在中国重点国防军工单位安插情报线眼 目前涉案的男人已经被移送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国安部说间谍活动和欺骗、诱惑等双生双叛 社会公众要增强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强调任何危害倒中国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刑 江苏张家港市警方近日接获了一架载着千多只猫的货车 据报这些车原定是运到去广东卖给不发商人 用来冒充羊肉和猪肉等 甚至是制成食品推出市场 由动物义工在今个月中据报 这架由张家港出发的货车 警方到场后发现货车有二十多个龙 载了过千只猫 动物义工说这些猫原本会被运往广东 以每斤四个半人民币的价格卖出 冒充价格比较高的羊肉和猪肉 甚至加工制成香腸、烤串等等 他们说获救的除了家猫也有名种猫 估计是有不发商人偷猫之后再转售逃利 彭拜新闻报道 这群猫已经被送到救助中心 并尝试帮他们找回主人 或者寻找领养 来到最后一次新闻 一个男人早前被黄蜂针倒 留意两日后不治 有急症科医生说本港风类毒素不太高 较少造成生命危险 但如果体质过敏 有机会会有发严重情况 事发现场在洪水桥和平新村里223号 资料显示是一个养风场 星期四下午4点多 警方接过一个女人报案 说她的56岁丈夫打给她 说被黄蜂针倒之后不舒服 她之后云低昏迷也送软治理 然至星期六下午离世 据了解事发的时候她正在为蜜蜂 曾经透露被一只外来黄蜂针倒 涉事的养风场已经没有人在 但门口位置还有摆放养风用的蜜 门口也有摆放制品 有急症科专科医生说本港风类毒素不高 比较少机会引致严重生命危险 但如果体质过敏 情况就会比较严重 当你针到第一次如果 可能会出现一些很轻微 只不过可能皮肤有点疼症的情况 初期就比较轻微一点 但如果再接触到 这些同样的毒素的话 因为身体有个记忆细包起的免疫系统里面 变了当它第二次再接触的时候 其实又可以诱发出来 这个过敏反应就会严重很多 就算你只是给一只蜜蜂 或者蜂针倒 其实都可以诱发到 这些严重过敏的情况 例如可以由于气度出现一些肿胀 而令到呼吸不到 而产生这个严重情况 另外亦都可以产生一些 我们叫做过敏性的幽黑 现在是行山叶满季节 有攀山专家就说 要避免用行山杖触碰麦林 否则或者会被蜜蜂当作攻击 那些黄蜂和蜜蜂躲的地方 我们是发觉不到的 那我们走到草丛的地方 可能有朋友用行山掌 或者鸟倒它出来就会针我们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千万不要看到它们 太阵定些 还有站的地方是否可以离开它 有帽子、背囊、衣服 可以遮住头和身体暴露的地方 才离开就会好些 漁护署提醒市民 如果被针到的话 可以用钳炆走蜂针 不要挤压毒狼 以免毒素进入皮肤 也可以用冻水湿透毛巾 轻敷相处 严重的话就要求医 今年5月中 一个64岁漁护署工人 在大鱼山芝麻湾交游径工作期间 被多只蜜蜂针到 送院之后不治 无线电视记者姚卓同报道 西贡上午有的士失事 铲入树重翻侧 司机和乘客受伤送院 事发后 消防不断向一度翻侧着火的的士 射水降温 警方说上午近8点 涉事的的士原清水湾道行驶 去到近宽景花园对开的时候 怀疑失控撞薄 铲入树重翻侧起火 司机和乘客受伤 其中78岁的士司机 由途人救出昏迷送院抢救 至于34岁的乘客手受伤 送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警方正是调查意外原因 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非洲 被形容是未来全球经济重要增长动力 但不少行业的技术和设备还落后 限制了发展空间 博法局指香港企业 从中可以发掘不少商机 中卓希在毛里塔尼亚了解过 西非的毛里塔尼亚和大西洋双鱼 首都鲁雅克超特的鱼市场 仍然保留着怨恥一眠 由小鱼船舍低鱼窝 随即是摊位清理鱼鱼 这里承产石斑和沙甸鱼等 种类丰富,产量有多 它的鱼不仅会运到 尼亚克肖特的各个城市 它还会运到一些年轻的国家 比如塞内加尔、马里 这边的鱼的味道非常新鲜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毛里塔尼亚的鱼究竟有多便宜 一公斤的石斑 大概只需要当地货币 200乌吉雅 相当于四十几港元 这个价格 相信香港不只家庭主妇 都很难想像 但是当地捕捞和保鲜技术落后 鱼市场却满着腐臭的味道 这个国家缺乏这种海产经验 如果香港可以帮他们 发展养殖液 尤其是这些名贵的海鲜養殖液 以后我们也受益 我们吃红蚝包业会更便宜 现在也不用靠日本或其他国家 我们也可以在非洲 入口更好的海鲜 走入毛里塔尼亚的街市 只能够贴地感受非洲的风土人情 还找到一款香港小见的食品 仙人掌果 这个吃着就是跟那个蜜蚝桃的味有点差不多的 稍有点色 但是吃到嘴里的时候很甜的 我挺喜欢吃的 应该可以成为非洲的特产 很多非洲的企业 其实他们对于非洲市场以外的可能性 未必是这么清楚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卖的 都是一些比较低廉价格的 一些第一产类的物品 就是一些初级的物品 那如何可以去帮他们加工 增值 建立品牌 这些都是香港企业可以做到的一些角色 但是贸法局提醒 当地电力供应不稳 和文化差异 都是棘手问题之一 毛里塔尼亚每天的航班数量不多 即使飞去东非或者中非 对着陷阱欧洲那边转机 浪费时间又转折 当地相较期望 可以改善这边的航空交通 有助带动这边的竞济 母星电视机就是钟薛熙 在毛里塔尼亚 隆亚克肇特报道 7点半 新闻报道完 再回